台北市政府日前要交交友的行李 一項管理 有跟鐵路局協商之後 最近在台北車頭欄門 善良的地方 要讓交友放行李 不過有很多交友歡迎說 放的地方不夠舒適 本的地方也不夠地 希望政府可以了解他們的心聲 了解他們的訴求 在台北車頭欄門的 像有那邊 要可以看到大包小包的行李 這都是一些點在車頭附近 無處攤回的人所放的 本地的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跟台地局嚇傷了後 有些兩位大包包小的客戶 讓他們來放行李 還請保存來看過 希望一中來管理 不過出現了一些不一樣的意見 除了在特定的時間 再湯匹處 放一些用品的腳架也不夠大 有機會又順勢把 提到的腳架裡面開 中原本自己放在 塑膠上的麵皮 三個口頂頂 只進去裡面 要不進去就沒有空間了 我們會做的一個協調共識 就是以一人一帶的方式 來協助皆有收納行李 事務區專區這個部分 我們會滾動式的修正 相對家庭的意見 社會局下降科長等於如是標示 這家黑社的腳架 持戶已經改了幾六次 甚至也有請到持戶臨員 對家庭來做意見的調查 一種的區域也做了很多 方向至方淡的出席 現在有配合放在這裡的 家庭有六次作業 如果是有其他需要改進的地方 也會隨時做檢討 希望台北車頭的公共空間 可以慢慢來改善 記者的電話文 訂閱台北報導